这可能是今年我测试过的小主机中颜值最高的一台 也是最容易拆卸后盖安装配件的一台 同时也是性能调教最强悍的一台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 装置了Intel Ultra 9 185H CPU的 华硕LUC 14 Pro-DAS 小巧迷里的机身 144×112×41 只有0.66升的体积 顶级铝合金打造银色外形 配合白色底盖 优雅知性 咱们今年好歹也测试过几十台迷里主机 终于有一台比Mac mini更好看 更精致 您认为它是否代表了 今年迷里主机的颜值巅峰呢? 华硕LUC 14 Pro Plus 装置的是Intel Ultra 9 185H CPU 16核22线程 128EU的ARC核显 双通道DDR5内存 5600MHz 双M.2 P3E 4.0 NVMe接口 视频显示输出 2.5G网卡加WiFi6E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配件都在这儿 螺丝 显示器背架 说明书 这很少见的白色电源 是49V 7.7A 一共150W功率 小主机是银色金属机身 白色塑料底盖 非常精致漂亮 机身接口 前面板 USB-C 3.2进2x2接口 20G的带宽 双USB 3.2进2A口 10G的带宽 电源开关键 后面板 49V电源接口 雷电视接口 HDMI 2.0接口 2.5G网络接口 USB 3.2进2A口 10G带宽 USB 2.0接口 雷电视接口 HDMI 2.0接口 双侧和后部有通风口 前侧也有一排通风口 后盖采取免工具拆装方式 我们把两个锁扣转到开锁位置 轻轻撤退后盖 就滑开了 打开后盖 看到一个硕大的风扇 从这里就可以把风扇掀开 马上就看到了配件接口 是不是很简单啊 左边风扇底部有两块散热铁 我们来看看内部都有哪些接口 双DDR5内存 5600MHz 2282的M.2P3E 4.0的NVMe接口 242的M.2P3E 4.0NVMe接口 Wi-Fi6E的板载无线网卡 原机是准系统 所以我们准备了英瑞达的内存 和金斯顿的NVMe SSD BIOS我们看到了 动态Power Limit限制 竟然高达115W 所以我们没有改动任何选项 直接使用 ARK14 Pro Plus的BIOS里预设的性能释放 启动Windows后 我们运行MyASUS软件 把风扇模式改为高效模式 经过以上两个步骤 我们就可以体验 ARK14 Pro Plus的最强性能模式了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功耗一开始就运行在100W左右 35秒后下滑到86W CPU温度同时一路上升到102度 触碰了温度强 然后下滑保持在100度 整机功耗从135W左右下滑到116W CPU整体频率运行在4.1GHz 随后一直保持 在单烤的60分钟内 CPU功耗一直保持86W左右 时温27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上升到100度 内存温度最高上升到57.5度 SSD温度最高上升到46度 我们首先使用LARC14 Pro Plus小主机的 Ultra 9 185H 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9分08秒 共计548秒 毫无疑问 登顶所有迷你电脑的第一名 超过了LG LARC Ultra 9 185H 这个月绝对是打破记录最多的一个月 CPU-Z多线程9228.1 单线程790 多线程成绩超过了LG LARC的185H 第一名 GagBENG5多核14473 单核1853 迷你电脑中第一个跑上了14000分的成绩 GagBENG6多核14435 单核2495 多核成绩高居第一名 这个高性能释放下 不论是5还是6 多核成绩都不会输给M4 也不会输给代号Strikes Point的MDAI9 HX370 CLEBENG R23 多核20435 单核1920 多核成绩稍稍超过了LG LARC的185H PASSMARK多线程 35617 单线程4011 毫无疑问登顶第一名 综合来看 目前这台Ultra 9 185H 86W的性能发挥 超过了所有Mini电脑CPU的性能 没有对手 只能看看 后续MDAI9 HX370 上来挑战了 苹果的MacMini M4 会不会明年才能见到呢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1365407 CPU得分701275 我们还给这台185H 运行了OpenW测试 AES1058258 XX20 531716 CORMARK 538218 在CORMARK成绩上 没有跑赢 ROG LARC 185H 7G第二 我们也让185H 跑LAMA3大语言模型测试 还是探测色编程 结果是6.43TOKING每秒 列入图表看一下 是目前英特核显表现最佳的 但LMStudio没有用上NPU 这个测试成绩 所以仅供参考 接着玩游戏 地平线5 1080P中画质 不开抗拒尺 普通场景70多帧 复杂场景接近60帧 荒野大飘客2 1080P低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平均增41.8帧 英雄联盟 4K重画质 最后大团战 90帧左右 原神1080P高画质 跑起来战斗起来50多帧 新穷铁道1080P非常高画质 跑起来60帧 这就是128EU的ARC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游戏测试完以后 看一下我们最关心的温度传感器数据 室温27度的时候 CPU最高温度87度 SSD最高温度39度 内层最高温度55.2度 我们也看一下3DMark的测试结果 Time Spy 3676 Fire Strike 8937 Steel Nomad Lite 3197 稳定度98.8% 把3DMark的测试数据也做成了图表 我们来看一下 在所有核显小组机里 不论是Time Spy还是Fire Strike NAC 14 Pro Plus都是第一名 不过3A游戏的表现 离7840HS确实还有一段距离 英特尔的图形驱动还得加油啊 显示接口输出 HDMI接口最高支持4K60Hz 8bit 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满足HDMI2.0的标准 雷电式接口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4K144Hz 8bit 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 支持TP接口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每电视接口能够支持 4K160Hz的8W RGB非压缩信号输出 索利OLED电视 连接HDMI线缆 小主机能够输出 4K60Hz 8W RGB的非压缩信号 英特尔ARC 128U的核显视频解码 最高能硬解 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 8K60帧AV1视频 可以流畅播放 PCIe 4.0 NVMe硬盘测试 4800兆币每秒 达到了PCIe 4.0X4的入门水平 雷电式外接雷电硬盘盒 3100兆币每秒 满血的外置存储读写能力 注意这是在另一雷电式接口 接入了高刷显示器时测到的 说明雷电式接口不存在兼容性问题 WiFi测试 Intel X211 Wi-Fi 6E无线网卡 跑上了800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非常好的水平 Intel i226-V 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iPerf3测试了内网性能 无论是单线纯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纯上传下载 都接近2.37G 敖满的带宽 这块2.5G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 阿苏斯华硕LARC 14 Pro Plus 装置了16核22线程的Ultra 9 185H CPU 100W到86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功耗最高达到了152W 待机最高功耗6.5W 按照这个结果 150W的小电源要看看自己的荣余输出了 室温27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44度 SSD待机温度32度 这台小主机CPU满载的时候 机身噪音是67分贝左右 收回在耳边是52分贝 这简直就是飞机厂啊 于是我们在MyASUS软件里 把风扇设置为静音模式 室温27度的时候 单烤FPU48分钟 CPU功耗73W 此时机身噪音51分贝 收回在耳边39分贝 可以算安静了 我们继续把室温降低到24度 单烤FPU54分钟 此时CPU功耗提升到了75W 温度降了3度 稳定功耗提升了2W 我们测试了风扇安静模式下 室温24度 CPU75W性能释放式的性能 CPU-Z多线程9175.3 弹线程786.7 多线程成绩仍然超过 RGLUK第二名 GIGBENG5 多核14343 单核1794 也上了14000分的成绩 GIGBENG6 多核14145 单核2482 多核成绩高居第二名 CELIBENCHI R23 多核19964 单核1810 多核成绩稍稍输给了 RGLUK的185H PASSMARK多线程35132 单线程3927 和86W的性能释放 差别真不大 综合来看 安静模式下 室温24度的时候 75W性能释放 已经够好了 关键是它不吵啊 说到温度 咱们这台LUK14 Pro Plus 对室温很敏感 温度越低 性能发挥越好 于是我在室温24度 打开风扇性能模式 单烤FPU48分钟 CPU功耗稳定达到了88W 然后我接着把室温 降低到了20度 大夏天这温度 真是太冷了 单烤FPU57分钟 结果CPU功耗达到了92W 所以这台小主机 还是真神奇啊 如果有动态Power Limit加持 在冰天雪地的冻天 会不会真的能干到 115W呢 华硕LUK14 Pro Plus 20mm电脑 这个模式的性能下限 就相当于别人的最高性能发挥 我的下限是你的上限 是不是很厉害呢 然后是免工具徒手开底盖 更换配件 这应用性也到了顶级 这小主机的颜值 也是到了今年迷你电脑的巅峰 小巧精致 甚至白色电源也算好看 它实在是不比Mac mini差 甚至有过质而无不及 我觉得最大的缺点 还不是HDMI 2.0 也不是雷电接口 不能批低电源受电 而是这昂贵的价格 几乎要等于市场上 两台8845HS加起来的价格 总结一下 不管是我们在时温27度 测试的86瓦性能模式 还是在时温24度 测试的75瓦静音模式 性能释放都超过了 其他所有迷你电脑 时温20度的时候 它甚至还能跑92瓦的性能释放 简直是匪夷所思 厉害到家了 建议大家静音模式使用 耳边分贝能降低到39分贝 算是很安静的 接口兼容性也不错 这绝对是我上半年测试的 最优秀的迷你电脑 可惜它的价格太不给力了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